对蓝四一战,梅西时隔31天再次为巴黎出场。 在2022年的首场比赛里,梅西替补出场之后,三分钟就送出间接助攻,在与老对手C罗的隔空PK里占据上风。 梅西上一次出场,还是在2021年12月23日,当时他在对阵洛里昂时首发出场。 之后,梅西回到阿根廷度假,并且感染新冠病毒,1月5日重返法国之后,一直在进行恢复性训练。 值得一提的是,梅西完成巴黎处子秀时的对手正是蓝丝,当时他替补出场换下埃雷拉。 128天之后,梅西迎来2022年首场比赛,对手还是蓝丝,而他也在一次替补出场。 时隔31天首次出场,梅西仍然保持着不错的状态,替补出场之后仅仅4分钟,梅西就为维拉蒂送出了助攻。 遗憾的是,法甲官方最终认定是乌龙球,梅西的助攻得而复失。 略显遗憾的是,替补出场的25分钟时间里,梅西只有一次射门,也未能破门。 在2022年,三次出场的斯伊罗以及梅西都还未能破门,这是颇为罕见的一幕。 不过,送上一次间接助攻,让梅西在两人的隔空较量里占据上风。 此外,在25分钟的时间里,梅西完成两次突破,而西罗261分钟还没有过突破。 在出场的25分钟时间里,梅西有44次出球,35次传球,26次成功传球。 不过,他也有12次丢球。 这说明,梅西还没有恢复到最佳状态。 在之后的国际比赛日,梅西没有被招入阿根廷国家队,他得以留在俱乐部继续训练,这会帮助他在欧冠开打前彻底恢复巅峰状态。 面对老对手黄马,梅西的表现值得关注。